音量触日线图上 这个一开,烈头低,然后急错 试了20.1,就彈上你了 21,留意了 先看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SR 出了极点低位20.1 即是下星期一,星期二,最迟低便是星期三 都不见低于20.1 这个第一个信号说 21,就算不是短期跌浪低位 也是短期反弹浪的起点 明显反弹浪的起点 短期不是从昨天开始计算 是之前跌来计算 一浪低于一浪这样计算 另外,保理加通道中逐失手 RSI 暂时还守在五天平均线上 算是多好 不是,RSI 说错了 STC %K 还守在 %D 上算是多好 RSI 跌穿了五天平均线 MACT 还未发出 未有迹象发出双红光线流 所以未算太差 DMI 辅助分析指标 暂时是利盘 指标方面 一盘、两盘、三盘 两好三盘形式是偏盘 短线投机暂时不应该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23.2 要留意的就是 20.1是跌穿了之前的低位 21.5.5 即是21.5.5 现在又失而复得 这是短期好淡分水力 不用看21 看21.5.5 可以了 如果看到它跌落在21.5.5 即是短期后市向淡的机会较大 我们来看远一点点 近期的跌浪起点 8月31号高位31.5 一浪低一浪跌下来 这个弹过算是 今个星期三最高的27.5 27.5 算是挺好的 因为高过这个位置 这个是27元 10月5号高位27元 可惜27元就得而复失了 站了上去 1个加日 收市位计 谭花一现 谭 不是谭 姓谭 谭 谭花一现 然后再回来 今天应该都阴促了 没什么走鸡 这个位置又穿了 本来有参谋性的支持 就是 12.27号高位24.4 现在跌穿了 那就没意义 直接跌越了 不要说穿了 跌过龙 没有意义 好了 我们看看阻力线 阻力线 阻力线曾经穿过 现在下跌回来 当然继续成为阻力 支持线 如果再看阻力线 我建议不能日线图看 周线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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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鹵obra 我们看看阻力线 支揚维łości 支持线图看 次描维 дело 适合可 曾经线图乱 既然曾经穿过 便挑出低线图看 看这辆图看 颈点图这让 现在就继续回到上面 小心点 我一定不会建议和你量度一量 量度升幅目标、反弹目标 刚刚开始跌 记不记得有十个字? 零买当头起,莫买当头跌 我们就不要买货 长线月线图上 你说今天跌了这么多 反复横行区有哪个下跌过程? 主要技术分析指标的五个 都是全部利淡 长期形势和中期都是点着向淡 DMI 辅助分析指标 DMI 都是利淡 亦不适宜持货 长线月线 刚才我拉过一条 这个位置再拉一次 再长一点 拉点也是这样 变成阻力 再长一点 拉到两个位置 只要你拉到两个低位 这里不能串 不用跌太多 应该是不需要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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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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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